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派遣員工其實都不是屬於臨時性的工作 除了說各組的行政之外 可能包括企劃、攝影師還有棚內的一些製作部的同仁 他們都是派遣的 那其實長期的這樣派遣現在有些派遣7年、8年、都派遣5年 那其實我們常常面臨到的是航空的工作 還有這個歷史上的情況 那最重要的是說因為我們派遣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有一個比較穩固的一個工作狀況 甚至要一個沒辦法照你的工作條件調整 調新的這個機制的話 其實對於各節目的製作還有包括我們所有員工的時期 都會有很大的影響 我覺得公視作為公共媒體 作為公廣集團很重要的一份子 公共電視必須扮演一個媒體的一個典範 公共電視不可以自己帶頭去做所謂的勞動條件不均 甚至是勞益不均的事情 我在公共電視十幾年了 其實我們這一群人都會有感同身受 一開始的時候我們都是所謂的定期員工 那那個時候公視就分成兩種制度 一種叫不定期的一種叫定期的 做的是一模一樣的事 甚至你的薪水定期的還比不定期的少 這個問題在公視已經很久 後來有一次把所有的定期員工正視那邊 在這十幾年中間呢 公視又犯了一個另外一個非常嚴重的錯誤 就是大量啟用派遣的能力 派遣的能力呢 會導致非常嚴重的問題 第一個當然都是勞動條件不均等的情形 做一模一樣的是 它並不是一個短期的短暫的一個工作 它是一個長期的工作 可是公共電視不願意面對這個問題 它只用所謂的便宜形式 用派遣來去解決現在的人力需求 在公共電視有些人一派遣 就已經派遣了七年八年 這是一個很荒謬的事情 第二個公共電視或許它會因為說 它的人事費 可是人事費呢在派遣呢 它其實在行政費用還有人事費用 是比正值的甚至是可能更多的 因此公共電視一直在做這種所謂的 錯誤的一個人事制度 那我認為新的董事會 特別是想要去當公視董事長的那一位人選人 他必須要清楚的意識到 公視現在派遣制度是非常非常嚴重的 以我這一組來講 我至少有一半的人力全部都是派遣 在勞動條件不均等 甚至所謂的勞役不均的情形下 我的離職率呢是非常非常高的 所以這是直接影響到節目的品質 這當然影響到觀眾的收視的這些權益 但是這幾年來公視從來都不打算去解決派遣的問題 因此我們希望說新的董事長 新的經營團隊 一定要立即馬上解決派遣的這些問題 首先請看看我們 趙老師你好 我們都是公視的員工 那我們有一些呢是公視正職的員工 但是有更多呢是公視的派遣員工 有很多很多人在公視被派遣已經七年八年了 他們為公務店是非常非常努力付屬的 但是他們不是公視的員工 所以那是一個台灣世界很奇怪很荒謬的一個勞動制度 就是他們是為公視工作 但是他們是屬於1111的員工 就是人力銀行 那他們這些人呢其實只要任何一個主管一句話 不高興他們隔天就不用來上班 因為他不是公視的員工 但是他是幫公視做事 這個問題已經在公視存在七年八年 從來都不解決 所以我們非常非常期待 希望說包括邵老師 包括這一屆的董事會 能夠馬上來解決這個問題 因為這問題已經非常非常嚴重這樣 已經給了 給了 還沒有開會不曉得 第一個是我們希望新的董事會可以考慮我們這些派遣員工的年資 還有我們的工作性質跟各部門的派遣比例 來將我們的派遣的勞工服務的那邊 那其次呢 第二點我們希望在短期內如果還沒有能夠那邊的話呢 如果在那邊之前可以讓我們同工同酬的待遇 包括各項的福利事項 包括拆架制度 還有包括我們的員工旅遊跟旅行貼等等 希望可以製造公式的任職員工 大量用快錢 公廣修修聯 公廣修修聯 大量用快錢 大量用快錢 公廣修修聯 公廣修修聯 公廣修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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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